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狗 今天咱们聊一个不一样的话题 今天咱们要聊一聊印度 提到印度想必很多国内的网友都会想到印度非常的奇葩 为什么我们国内国人的印象都觉得印度非常的奇葩 印度为何一直都是让我们世界人民这个眼里非常的搞自耀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小狗就发表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印度的母亲河 印度的恒河 想必大家也知道 印度的恒河在印度人民的心中是非常神圣的 印度人民认为印度母亲河就是恒河里面的水可以洗涤灵魂 洗去无垢的灵魂 所以说印度人每年都会举行朝拜 大批的信徒前往印度恒河里面去洗澡 这个每年都会进行的 另外就是印度虽然被他们尊称为母亲河 也是印度非常神圣的一条河流 但是他们并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母亲河 反而洗澡也在里面 洗脚要在里面 洗衣服还在里面 那些排出来风便直接清到了印度恒河里面 并且去年的时候想必大家也知道 全球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这就导致很多国家的深陷到疫情的其中 印度也不例外 去年的时候印度死多少人 印度很厉害 也是报道过很多起印度大规模人民因为西方疫情死亡的事情 印度这些死亡的人民 他们都会把死亡的人直接升到恒河里面 当时恒河上面全是漂浮的尸体 想想现在印度恒河里面水到底多多么可信 对不对 还有呢就是这个印度呢 之前还是想着把印度恒河里面的 比如说呢虾了鱼了对吧乌龟了这些水产物呢 卖到其他的国家去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敢去买这个印度恒河里面生长出来的这个水生物 对吧 比如说乌龟了鱼了虾了这些没有一个国家买 印度人民都不吃那里面的东西 他还想着把这些是吧带满这个病菌的这个水产物呢 销售到别的国家 我也不知道这个印度是怎么想的 这是第一点就是印度恒河里面的水 还有第二点啊 就是印度的一个种姓制度 想必大家也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度呢 把一些人群的划分开来的 把每个人他们的这个种姓不同 他们的这个命运也会不同 知道吧 把人就是分为这个三六九的 每个人种的这个命运呢都不一样 知道吧 最低种姓的这个印度民众呢 他们就是出生之后呢 他们的命运都已经注定了 他们一生呢只能从事一些相对简单 并且 钱还少对吧 还累还脏的这些活 就是印度那些低种姓的人来干的 比如说掏着粪了对吧 然后扫着大路了 扫着大街了 他们就干这些低种姓的人 只能干这些相对来简单 并且非常肮脏的活 而那些印度高中性的人群呢 反而能够去做官对吧 去做公务员 在没有风吹日晒的这个办公楼里面去办公 两者的差距呢是非常的悬殊的 还有呢就是印度 有一个这个牛 大家也知道 印度呢把牛呢 也分为神牛和普通的牛 神牛呢这个印度人民呢是非常 爱戴他的是吧 就印度的这个神牛呢在大街上乱窜 这些四季呢还要 躲避这个神牛 知道吧 而且这个神牛所到之处呢 是不是 人们呢都要对他毕恭毕敬的 就在去年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知道这起新闻 就是印度 那时候死了很多人吧 然后很多人也是没有这个呼吸机 他们只能等来死亡 反而印度的这个牛呢 每天呢还是有专人去伺候的 对吧 就是专门搭建了一个收养这个神牛的这个场所 每天好吃好喝的 而那些印度人民呢却没人去管 这就是印度这个奇拉的现象 真的 人民呢在这个印度呢非常的受 还有就是印度这个女性 结婚这件事情也非常奇妙 下面大家也知道 我们中国 呃就是男方想娶女方的话 是男方要出彩礼的 对不对 那以前可能 给个东西 给个毛毯什么的 呃都算这个彩礼 现在不一样 现在就是 人民币对吧 有吃有房对吧 然后家庭条件还要好 这些呢才能娶到一个媳妇 而印度不一样 印度跟我们中国恰恰相反 印度 就是男方跟女方结婚的话 印度的女方要出彩礼 你们想象到女方 嫁给男的 要女方出彩礼 女方如果出的彩礼少了 她嫁到男方家里面呢 还要遭到这个冷眼 对吧 如果说她出的多了 对吧 她就是嫁到男方家里面 就是这个家庭地位也高 这就是印度 还没有改变的这些 陋席 一直都没有改变 另外呢 还有这个印度这个厕所问题 想必大家也知道 印度当时呢 是出台了相关就是鼓励 人民就是建厕所的这个政策 就是每个人建厕所会补助 这个金钱 但是那些印度人民呢 他们是打着建厕所的期望呢 忽悠政府的钱 他们建的厕所呢 他们都不用 知道吧 建完就往那一放 对吧 就这个旁 我该去露天大小便 露天大小便 你让我上厕所没门 现在还是很多的女性呢 她们白天的时候呢 就把尿憋着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集体去上厕所 然后印度了男性 那更简单了 对吧 往背地里一背 直接开始露天大小便 男性比较方便 那些女性都要憋到天黑 而且呢 这种情况呢 也是引发了很多这个强奸案件 就是很多这个印度女性 就是上厕所 往上升厕所的时候 有的比如说单独出来的话 很容易引到这个色狼的 那些色狼就会伸出魔爪 强奸这些正在入侧的这个女性 所以说这个印度 很多这个习俗 包括一些这个制度呢 非常的奇葩 这也怪不得我们就是中国 这个国内的这个网友呢 都说这个印度非常奇葩 看到印度 都能联想起其他儿子 这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说呢 希望这个印度呢 能够快点进步吧 不要还停留在古代的那种状态 对吧 印度天天想着就是做大国梦 天天想着赶超我们中国 赶超美国 还天天想着做世界第一 加入武藏 对吧 加入这个藏任理事国梦 对吧 一直就想加 但是加不进去 为什么呢 你看看你们国内这些 没法说 好了 本期视频就做到事 大家对于这个印度 为何这种奇葩 小狗说的几件奇葩事情 大家有何看法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并讨论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